他第二个问题说 进入中阴身的亡人 轻有为他做佛寺超度和四十九天 为他念佛能够超度中阴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否也应靠中阴身自己会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蒙佛接引 中阴身还会自己念佛求生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正确 中阴身能念佛往生很少 真的很稀有 但是确实有 我们这边胡祝斯的母亲 就是你讲的这个现象 她真的往生 她一生没学佛 死了以后再修佛 怎么说 七十九天 七十九天的时候 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当中的时候 大家给她天天念佛 诵经回向 她的那个中阴身没离开 中阴身受到感动 你们这一般学佛的人平常不接近 怎么你们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们怎么晓得呢 她附身 这个同修当中 也有一个女孩子她附在身上 附在身上说 就说的说 她现在死了 死了之后 她觉得那个病苦没有了 她把那病很重很苦 她说我现在很轻松很舒服 她说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大家就劝她念佛 求生疾患极乐世界 她不知道什么叫极乐世界 什么叫佛 法师给她开示 给她讲 讲明白之后 她要听经 听经我们用电视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播放这个地藏经 给她听 他们就是发行念佛 求生疾患极乐世界 到四十九天最后那一天 这个当中她就没有来附身 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她哪里去了 实际上呢 她在听经 她在念佛 最后那一天说 她又附身 告诉大家 她阿弥陀佛接应她 她是下评终身 所以这个人断气之后 四十九天的祝念 很重要啊 很重要啊 这个能往生 说实在话 我们想象当中 还是她过去深中 她这个身根深厚 过去深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 这一身当中啊 有深在富贵家庭里面 疏惑了 疏惑了 临终遇到这个善悦 她得多了 这是真正你问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证据 我有例子 中英可以往生 但是还是要自己叙事有善根 这一身遇到善灵 遇到那么多人帮助 那时候念佛堂 三不多人帮她念佛 四十九天呢 这个是很不容易遇到的这个发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